男嘉宾 你微笑里面说 你很会活跃场的气氛 那我想让你情景 再献一下可以吗 就是我给你打想一个情景 然后你去就是想象一下 你当时会怎么做 说完了就是哄 我努力一下 我们去吃饭 和朋友们在一起吃饭 但是这个时候 你的前女友也过来了 就是我们聚在一起吃饭 你应该怎么去缓解 场上的气氛呢 你就把那个情景那个话 你说一遍 我们听听呢 那我前女友就叫谦和吧 前女友叫谦和 赵涵 这边是我的 之前的好朋友 然后这是谦和 然后之前我们有在一起过 但是现在就是成好朋友了 他现在 说不好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和我在一起的同时 你也会和前女友在一起联系咯 你们两个也是好朋友对吗 我的手机都在你那里面 我怎么可能联系嘛 你成功了 好的 你成功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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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说话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谦和的感受 有没有 谦和坐在那里 是吃饭还是不吃饭 舅舅 要剩你 你来一遍 刚才那个情景 我们在社会上面拼搏 我们在社会上面拼搏 我们累积所有的资源 然后我们努力地向上爬升 好官方 无非就是努力让这样的事情不发生 是吗 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后面tech 看来 没有